作为2021 年其中一款很让人值得期待的新车 Produa 的全新 SUV 应该很多人都很期待它的出现 但是目前为止官方依然没有放出关于它的任何一点消息 但是在最近 在这个社交网站上面 终于有相关的信息公布了 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来和大家聊一聊一下这个全新的Produa 的小型 SUV 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首先我们先来说一下大家都已经知道的消息 就是这款车是基于DNGA 平台打造 也就是Diasu 新的模组化平台 再来一点就是 它会是Produa 首款采用涡轮增压引擎的车 这个涡轮增压引擎排气量是1.0L 最大买力表现98PS 峰值扭力表现140Nm 另外匹配的是Direct Shift CVT 变速箱 而在Produa 版本会有三个车型可以选择 全车系都标配这个1.0的涡轮增压引擎 也就是说这一次在这款车上面 再也看不到自然进气引擎了 再来这款车是这个Diasu Rocky 的双身兄弟车 所以它继承了这个Diasu Rocky 的特性 也就是高刚性 然后它的安全性也会有所提升 至于大家很注重的这个操控表现 对比之前的Produa 车型 它也会有所进步 在外观细节方面 入门版本的Produa SUV 很可能不会拥有LED头灯组 它拥有的只是这个普通的 Projector 卤素灯泡头灯组 至于剩下的两个车型才会看到LED的头灯组 在外观细节方面 其实它和这个Rocky 是大同小异啦 我们来到了内装 它基本上也是照搬了Rocky的内装设计 拥有一个独立的悬浮式触屏主机 至于这个触屏主机 只不只用Android Auto 还有Apple CarPlay呢 我们就还是要等待官方的公布 根据我之前在这个东京车展上面体验这个Rocky的时候 这辆车的空间表现确实还不错 在这个等级里面 它的空间表现算是非常不错啦 如果你主要是以试气驾驶为主 然后偶尔跟几个朋友出门的话 这辆车的空间表现 绝对可以符合你的要求 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会问 以这样的车身身 搭配这个1.0的涡轮增加引擎 它的动力足不足够使用呢? 其实这个ProDual SUV的重量大概是1030公斤左右 所以以这个98PS跟140Nm的引擎输出来推动这辆车的话 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重点是这辆车其实是涡轮增压引擎 涡轮增压引擎的特性就是 低转高扭 它的峰值扭力其实在这个扭力区域很低的时候就会涌现 所以大家都不用担心在市区驾驶的话 会出现拖扭上述的情况 我对这个引擎其实还是非常有信心的 不知道大家怎么看 可以在影片的下方留言哦 接下来我们就要讲到安全配备了 其实在目前的ProDual车款上面 除了Elza以外 我们在Asia 在Beza 在Myvi 然后在Aro上面都可以看得到一个叫做ASA的先进主动安全配备 它包含了像是这个前方撞击翼警 自动紧急刹车 等等的功能 可是在这个ProDual全新的SUV上面 这个安全配备还会有什么升级呢 其实是有的 根据消息指出 在这个全新SUV上面的ASA叫做ASA 3.0 它包含了几个主要功能的提升 在ASA 2.0上面 它的这个前方撞击翼警的侦测速度是从0到时速80 但是在这个ASA 3.0上面 它的侦测速度从80提升到120 所以它整套系统的使用性会更高 再来一点就是 这一辆车 居然支援了ACC 主动式定速巡航系统 但是我们暂时还不清楚它有没有支援全速翼功能 但是无论它有没有全速翼功能都好 这款SUV 很有可能成为马来西亚市场最便宜 搭载ACC的车款 另外像是车道偏移警示 车道便宜辅助 车测盲点侦测 等等都很有可能在这个Produa全新的SUV上面出现 所以我们可以很期待这款车的安全性 因为它对比之前的Produa车款一定会有很大很大的提升 另外一点像是基本的溜气囊啊 VSC等等 当然也会是标准配备 接下来我们要讲的就是这款车的发布日期 就是根据之前的消息 这款车会在华人新年过后 也就是2月中的时候发布 可是现在因为在MCO的关系 所以这款车的发布时间可能会推迟 我们预计它会在2月尾或者是在3月的时候发布 当然这个前提是 MCO不要再延长然后疫情受到控制 而且根据消息指出 Produa对这款车的销量目标是一个月4000辆 所以Produa对它还是很有信心的 至于价格方面 我个人预计它的起步价会低于7万令吉 而且这款车的定价应该不会太贵 让它保有这个竞争力 所以我很有信心这款车在发布之后 它会成为我国市场销售最高的SUV车型 当然可能会有一些朋友去拿这个Produa全新的compact SUV 来和其他的对手相比 但是实际上这款车在本地并没有太多直接的对手 所以它的销售表现还是很值得我们期待的 接下来就看Produa会为这辆车开出什么价位 再来一点 D55L只是这辆车的开发代号 并不是它的正确名字 正确名字还是要等待Produa的公布 究竟这款车会给我们什么惊喜呢? 请大家拭目以待 未来有进一步的消息 我们一定会马上通知大家 好啦 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请大家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哦 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搭目 大家が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以 Percaster小met similarity